资药 这条叫Pig Iron 是由Bernarvan生产的 上面是有Bernarvan的字样 为什么? 為甚麼呢? 就是擔心是藝帽 因為當時在這裏生產出來的材料 就是叫上性 這條材料是甚麼用呢? 原來是鐵路 即是鐵路 就是鐵路 用這條材料來做 這兩塊材料是甚麼呢? 可能是煤或炭 不是的 原來叫做 Cook 即是可樂 原來它是比燒煤更加高溫 即是煮鐵一流 可以燒到2000度 那這些一粒是甚麼呢? 就是煮鐵時 有些附產品 即是有些垃圾浮上去 那些溶解了的鐵水 那些人就會把它剪出來 但它不是完全沒有用的 其實它可以用來做肥料 那這一種東西就叫做 Snap 那這裏進來就是 你看到好像一間市多 一間商店 有麵包 有火腿 有麵包 因為這裏有人居住 那你就是要有些地方 給他買東西 那這間可以說是這裏的便利店 你看到有一張照片 那我相信這裏就是 阿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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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裏就是佔顧周到 在小社區的生活 都上算可以的 那你看到陶夫人說 這塊是甚麼呢? 這塊就是針板 剁肉、切肉、豬肉 可能整隻都在那裏 即是剁到這裏都不平衡 沒錯,它要刮的 要刮到斜斜 你看到這個宿舍 也不是很大 有一間兩間 有三間建築物 所以工人也不是太多 那邊還有地方看 那邊還有地方看 這個不用說是甚麼 大家都知道是甚麼 我想是一個廁所 你看到下面有一雙鞋 這裏就是由1927年開始 即是戰前 這裏就是煎的 現在的家具 差不多 是呀 這樣說嗎? 火爐也很大 兩夫妻 我們也差不多 我幫我們把椅子 現在的家具買 好了 這裏就是 睡房 夠住呀 陶夫人 將來我搬來這些 尺寸的房子都適合我 這裏就是你 我把牆爽大一點 好呀 這裏是1967年 1967年還有活動 這裏 其實這裏上 是嗎? 是呀 這裏是1967年 比較先進一點 這個擺設 這裏是宿舍來的 是呀 宿舍來的 是呀 是先進一點 先進一點 有點像現在 是吧 後面的廚房 樓上 是一個角仔 是一個角仔 很少的 這也不錯 這裏是Bafel 這裏是一個洗澡盆 其實我們小時候 都是用這些洗澡盆 去到1944年 44年代表演打仗 4-5年代表演打仗 差不多打完 現在很多老人家都不常學員 有一個流星機 有流星機的 我等著你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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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有買的 這些碗櫃 OXO也有 OXO 你打仗的時候也有OXO OXO很久了 這個單車挺有型的 這間似乎是小朋友的房間 這間小朋友的房間 有一個燙豆 這是什麼 我想是尿壺 是啊 這間可能不是小朋友的房間 有尿壺 那小朋友也用過去廁所 也用過尿 是的 這些糖豆 我小時候都見過 有人用過 這類糖豆 你去看看 好啊 這些是電鍵 這些是電鍵 我以前在宿村 都是用這些 有時候 我記得是用過 這裡又有一個位 啊 醫車啊 對 是不是聖家醫車 這麼有趣 手攪拌 這樣攪拌 手攪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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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沒有廁所的 如果開小的 就在這裡開 如果開大的 就在這裡開 就在這裡開 好了 到了1955年 1955年 1955年 又如何呢 都開始有些微服了 有啫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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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物資比較豐富 桌上 有一個鋼琴 一定要有空彈一下 鋼琴 這是什麼 熱水爐 對 水 有一個廳 看看電視 聽一下歌 不錯 這個廳 有一個玩具 電視 有沒有見過 大家 流星機 上樓上看看 好 大節上跟剛才那個差不多 這裏有一個套 其實那些間價一樣 這裏有雙雙雙床 這裏有兩張雙雙雙床 好 OK 這些樓底就比較矮 是啊 因為好像 在Bernhaven Town Center 也有這些屋 是啊 那時候女兒說 租過的間 也是差不多的 上面是比較矮的 上面是比較矮的 窗就在那裏 是一樣的設計 是啊 如果是他那裏都有這些 是啊 古蹟來的 那我向山坡上面走 就發現 咦 又有個公廁 這些就是公廁 即是沒有沖水的 主要都是靠收集 以前我們叫倒夜鄉 好 現在我向山坡上面看看 那我走到上來 這個叫做Balance Tower 差不多頂 那我看下去 景色疑人啊 老闆 這個就是鑄鐵的一個 叫做Recipe 很可愛 為什麼 當然要用一些礦砂 加一種叫做Cook 再加石灰 Limestone 然後就提煉 然後就成為我們 我剛才所說的那個Pake Iron 就是原來做露鬼的那條東西 原來從前就是用碳來燒 碳的溫度不夠高 所以就是利用Cook Cook是哪裏製造出來的呢 就是由煤製造出來的 燒到一半的煤就是Cook 它那個溫度可以做得很高 所以提煉出來的鐵 也是會更好看的 就是溫度高 如果用了這一樣東西 就便宜很多了 更便宜一點 而且容易拿到 是的 這個位置就是 可以說叫做 倒些原料下去的一個地方 你見到下面就是窩爐 工人在上面倒下去 這個工人站著的位置就是這裏 我們剛才在下面 就參觀過煉鐵的過程 那個窩爐就在草碑地下面 在下面的鍋爐 那些工人就在這裏 就將那些原材料 即是所謂那個Recipe 就在那裏倒下去了 在下面就用高溫去提煉 看完這裏就上去這個頂裡 看看看看 咦 發現 有馬匹 這裏 真是鐵馬 那裏就不懂得動的 硬滑的 這些馬是用鐵鑼做的 還想叫陶夫人 來幫他搬上去 騎著馬 騎著馬 挺漂亮的 他做得很漂亮 那些馬都很生動 那些馬就是在山的時候 用來拖拉這些 這些路軌車主要運輸做動力 現在就是Balance Tower的頂部 可以看完整個範圍了 這裏就是Balance Tower的頂部 陶姑娘 參觀完了 有什麼意見? 我是覺得值得來的 值得? 一人給六磅九十 都值得 因為這些地方是比較有教育意義的 你看到很多家長都帶小朋友來看看 是嗎? 其實跟小朋友玩的當然是比較重要的 踢球、游泳、爬山 其實在英國或者南威爾斯 有很多這些Museum 在戶外 是值得跟小朋友來看看 其實書本也可能會提到 但是如果你實地來看得到 摸得到更加入腦 還有很興趣 很興趣 讓這些朋友知道 或者小朋友 或者下一代 正說服自己 知道這個世界 為什麼這麼美好呢? 原來有一幫人 在很多年前 在後面做了很多事情 當然那個商人 那個投資者 投資家當然是賺大錢 剛才也提過 你賺大錢之餘 你都貢獻了這個世界 是啊 有貢獻 有貢獻的 雖然英國現在 譬如南威爾斯的重工業 都是比較適微一點 但是也不能夠淹沒了這一段歷史 你看一下 小小一個南威爾斯的小鎮 不起眼 但是原來曾經對這個世界 但是貢獻很大 可以說是流方百勢 所以我建議 如果你有小朋友 儘管帶他們來這些地方看 認識歷史 以股減金 犯錯機會 這樣就自然少了 今天記得大家 麻煩你們 subscribe like comment 和我share 最好 可能的 按一下小鐘 謝謝